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圓 歡迎來到阿圓的生活理財 阿圓呢 趁著雙十一這個檔期呢 看上來這隻 紅米的襪子舞Active 因為小米還做了一個活動 也就是買這隻手錶 再送另外一個 錶帶 這是檸檬黃的錶帶 然後我還加買了一個耳機的部分 有沒有 小米的Type-C的耳機的部分 那為什麼會買這隻 紅米Watch舞Active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隻的螢幕有放大 然後在待機時間拉長 然後呢 它可以打電話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規格吧 好 從小米的光碗就可以看到 它的主打功能就是2吋大螢幕 18天的長續航 再來就是它的價位 只要795塊 是不是很划算阿 所以我就 然後頗弱了買了這一隻手錶 那它是2吋的大螢幕 有CD的大螢幕 然後再來有雙麥克風的降噪 跟藍牙的通話 這也是我為什麼會選擇它的原因 再來還有它的續航力 也加長了不少 再到了18天 然後心率是一定要有的啦 然後血氧跟壓力檢測 都有 然後再來就是防水功能也有 不過它也會有喇叭 所以 我在想說它 防水的部分的話 還有什麼措施 可以防止喇叭進水 然後再來它有140種以上的運動模式 看它的螢幕看起來還蠻漂亮的 等一下開箱看看 看它長怎樣 是不是如 光碗上面這樣 然後再來 我買的是那個霧面影的部分 它是提供兩個 顏色 一個午夜黑 跟霧面影兩款去選擇 等一下就看一下 顏色長得怎麼樣 顏色感覺也是蠻有質感的 200多款表面風格 這個也蠻可愛的耶 感覺都還蠻好看的 看一下它的 表面風格 然後 再來這個 比較重要的地方 他說可以支援藍牙功能 能夠隨時隨地的接聽電話 而且因為它有具備藍牙通話功能 還有雙麥克風降噪 然後還有一個是八十公分的定向音訊 收音 它的覆蓋範圍更廣 然後可以支援更廣的那個通話範圍 我想是這一次的更新 從四更新到五 最大的賣點應該就是這個 還有一個螢幕放大的部分 對老人家或是對我來按按鍵的話 也會非常方便 再來就是這個 它的充電續航 達十八天 它配了四百七十米安培的電池 所以 待機時間也變長了 再來就是它的旁邊還有一顆小按鈕 它的運動模式 我想 那麼多 能用幾種 就一人而已啦 好 這個 我想 音樂啊 手電筒啊 尋找手機 天氣 這個應該還有相機 這個都是 本來之前應該就有了 好我們看一下 看我們詳細規格的部分 來看一下 詳細規格 好到最上方 規格的部分 OK 那就五位 黑跟霧面銀的部分 尺寸的部分 這裡就提到了 49.1mm 乘上 40.4mm 乘上 11.4mm 基本上就是兩吋的大小 不曉得跟我這個 有沒有差很多 到時候再開箱來看一下 它的邊框是塑膠的啦 帶金屬噴塗塗 OK 所以 還是要小心一點 感應器就有行率感測啊 加速度感應器啊 電池的話就是18天 容量470mAh 螢幕的話2吋的喔 LCD的螢幕 解析度就是320x385 然後是250的PPI 應該還行啦 解析度應該還蠻OK的 那主要它就是有支援藍牙通話的部分 然後它還有喇叭 那藍牙的部分它支援的到是5.3 然後再來它竟然配作業系統 小米的澎派OS 感覺還不錯耶 等一下來做開箱 開箱內容呢 就本體加磁吸式的電池 哇 跑掉了 好 既然這樣的話 我們就直接做開箱吧 好 我們來開箱吧 把它抽出來 好 基本上就是一個本體 充電一下 OK 手錶 不分它寫什麼 我當手錶 電量體質 請結實充電 OK 稍微留意一下 來這裡 就是說明書吧 然後它這裡有 哦 OK 充電器的部分 充電線的部分 好 好 隨便 可以 好 好 就這樣 可以 可以 那 可以 OK 真的是 是塑膠的感,蠻重的 霧面影 有點長的像這樣 就是表面金屬的部分 我覺得質感還蠻普通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按鈕 我看起來按螢幕是不會亮的 然後背面長這樣 OK 是不是按這個 對 表帶的部分 應該是壓下來就可以召喚表帶 不過我覺得 因為他說是塑膠的 所以以後我覺得應該是 這兩邊 可能會斷掉 這兩個地方 就表帶的結構這邊 以後會斷掉 就壞掉部分 畢竟他是塑膠的 就是比較容易壞掉 好 開機 這邊有一個按鈕 看一看是不是 按塑膠的反應 有耶 澎湃歐歐斯 好 一般中的 啊靠 竟然選錯了 慘了 等一下等一下 通常按錯的話 這麼多呢 看一下 查按 查按 剛剛有一個什麼 看一下 隨便選一個 看對不對 再一次 喔 選錯的話 OK 看起來是 通常都是最後一格 反體中文都是最後的 沒錯 這個可以掃嗎 手機來掃掃看 好像 好像 不太行 那我看一下這個 這個靜態號是什麼東西 它是什麼 開啟小米 運動健康 App 喔去新增這個好像 MiWatch OK 沒問題 叫我來用 這個我就有了 這個小米運動這個 然後 我藍牙有開著 藍牙要先開著 看能不能點 系統操作 它有個系統操作 我肯定一看去 重啟關機 還會復原廠設定 OK 我先來新增 它叫我新增那個 配對 那個 紅米Watch 我沒停了 新增裝置 有 它這裡有寫一個 是否 我覺得應該是 來看一下 能不能配對成功 看會跳什麼東西 OK 這邊要選一個 配對 OK 配對 允許 OK 對 因為我要試看看 它那個 它那個 能不能撥打電話 所以 或者接聽電話 所以我要 試試看看 欸可以 漂亮喔 配對完成 喔 欸長這樣 還有 我來看看 去設定一下 它這邊寫 小米運動健康 保持不一定連線 然後即時接收訊息啊 也可以接聽電話 手機電話 然後同步轉子 OK OK 按 去設定 看到 這個不用 按 已完成 繼續 看一下 OK 小米工具 左右花 進入小工具 OK 去用實驗 OK 好完成 總部 手機 通知 好 沒問題 好 去開啟 好吧 到時候再開好了 直接忽略好了 顯示聯絡 好吧 帶滿同步 好吧 一樣 要跑這個程式 就對了 OK 同步 轉動 合力指標 OK 沒問題 先看一下 我想一看已經同步了 沒反應 指甲 看 看 卡 可以做什麼事情 這個表盆市場 看一下全部 它有什麼 基本上還蠻好看的耶 螢幕比較大 欸我找到這個,這個好可愛 我們來下載看看好不好 多快 OK 喔靠,也太快了吧 啊,跟我這個筆差太多了 等一下 反正這個錶的螢幕 又怎麼沒有反應 你看,兩吋的跟這個 紅米的手環Pro的部分 差太多了吧,我的螢幕關也太快了吧 好可愛喔 奇怪,亮度的螢幕關得那麼快 等一下來看一下怎麼設定好了 然後除了這個錶盤的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同質設定的部分 OK的開啟,來點提醒,好 運動健康,設定心率與心跳需要 OK 這還不需要 不需要 不用系統 無法 除了這個 時鐘不用 常用聯絡人 也不用 那什麼 系統 順電 小元件 嗯 嗯 這不知道什麼話 各位 先把它移掉好了 感覺不太需要 好 這樣 設定功能這邊的話 就可以 改 改畫面 改成 一樣 再例如說 我 我不要 這個 這個我要換成 步數 沒反應 有了 有了 可以 在這邊加一下 然後換成 這邊換成 卡路里 哦 油 按 打工 這樣 然後 這個 我看 這個好像 我看一下還可以改成 殘留心率 需要 睡魔 運動 入力 電量 OK 電量改了 然後 我想應該 我就先設定這樣吧 裂階模式 應該不用 用程式管理 我看一下 我把一些不要人殺掉 基本上 它應用程式 我覺得尋找手機需要 早要聯絡人留著 遙控拍照 可以 尋找手機 手電筒 然後 代判 我覺得應該不需要 日程 也不用 日力需要 呼吸 也不用 壓力也不用 睡眠不用 緣起子也不用 火力指標 也不用 運動紀錄 我覺得要留著 OK 然後 尋找裝置 看一下 尋找裝置 這蠻重要的 有時候 手錶不知道去哪裡 看起來 哇賽 有聲音耶 你們有聽到嗎 酷 蠻好的 有喇叭就是不一樣 這個 這個是沒有喇叭 只有震動 有時候要找它 很難找 這個好耶 不錯 然後 安全設定的部分 喔 它有 SOS 緊急 救助 裝置密碼 結束 蠻好的 再想 那個 安全 檢查更新 然後再看看 有沒有 新的 好 它至上在系統這邊 刀至上是這樣子而已 好 我們來看一下手錶的部分 看有沒有什麼設定的 喔 手錶 喔 點這個 它就像有花 唉唷 我們剛剛改的這個電量部分 走幾步 欸奇怪 沒有走 我去跳這個 這可能是系統預設子 沒有關掉 看一下 就這樣放馬上下咧 這是什麼 靜音模式 關閉 OK 這一定是設定 錶盤管理 喔 長按錶盤 錶盤 不用 滑掉 聲音震動 看一下 可以調靜音模式 欸 鈴聲音量可以調大小聲 欸 有欸有欸 有聽到嗎 還不錯耶 我手機的鈴聲就長這樣 最大聲沒關係 震動就不需要 OK 顯示亮度 就是這個啦 我改10秒 然後再螢幕亮度 呦 唉唷 現在是最低的喔 不要修喔 太亮了 好 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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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 在擠啥都需要 點一下亮螢幕 這個我覺得需要 比較方便喔 總舊的這個也是一樣的 等一下 就亮了 一鍵模式 電池 電池 電池看一下 日後再來看看 系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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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操作 OK 發自密碼 需要 遮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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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不打電話 不打電話 應該就按這個 不打電話 在這邊 設定 我這回到那個表盤關鍵 電話電話 喔 電話機的 這是什麼 欸 真的假的可以打電話 我來試看看 08 10 隨便 隨便打 看到會發生什麼事 太酷了吧 真的厲害 可以直接用手 手錶去撥打 太帥了吧 好酷喔 那我打過 我從這邊打的話 咧 從這邊打的話 我看一下 用手機打電話的部分 還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不會同步 沒有 我打的時候沒有同步 所以 所以 從這邊打的話 手機會連 但是你從 從手機打的話 手機打的話 這邊不會連線 這邊手錶是沒有反應的 手錶是沒有反應的 但是可以直接從 手錶這邊撥打電話 是沒有問題的 會隨便打 你看 你看 然後 聲音是從 喇叭這邊出來 手錶的喇叭 手機那邊 是沒有聲音的 現在測試起來 手機是沒有聲音的 真的是 手錶這邊 自己發出來的聲音 我覺得還蠻大聲的 等一下看一下 能不能調一下 那個音量大小 就是 就是 因為我剛剛調連線大小 不曉得 我們不能調那個 音量大小 好小沒有 等一下 打看看 這邊是什麼 真的可以調耶 在這邊 我已經調到最大聲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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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波打電話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聲音也是從這個手錶出來的 這個是我想要的 這個是運動 應該是運動紀錄 心跳什麼的 天氣 很大一個耶 不錯 直訊秀的還蠻多的 蠻豐富的 基本上 我有想要的功能 就是要 撥打電話 因為有時候我們 開車要做什麼事情 人家來電的話 這邊應該會秀 但是我發現 他的手機 手機假設撥打出去的話 這邊是沒反應的 不信我現在 再試一次給你們看 看喔 這邊是手機的聲音喔 沒有 手錶是沒反應的 OK 好 好 我想啊 這一支 紅米 Watch 5 ATV的部分的話 他的螢幕 基本上 蠻大的 就是他的解析度 蠻好的 很細緻啊 以兩吋來講的話 你們自己看 我等一下調一下那個 畫一下好了 螢幕顯示的部分 十秒太少了 十五秒好了 OK 我覺得這樣蠻細緻的 而且還蠻大的 就是 按鈕 比較 方便 比較不會誤觸 我再來就是 看一下齁 剛好看到一個相機的部分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控制呢 我已經知道了 OK 唉唷 同步 還不錯 拍一張 音樂的部分 我沒想到 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播放音樂 所以我 就沒有了 出去應該怎麼出去 OK OK 要滑 然後回到圖選單 用這樣放置 鬧鐘 拿錶 這個也要鬧鐘 倒數 就是 這是什麼 歷歷 很好耶 螢幕當然就是漂亮 除去耶 唉唷 怎樣 看一下 是不是點兩下 對 OK 好 大概這個就是 我要介紹的部分 那 不知道有沒有大家有沒有其他疑問 歡迎留言給我 我覺得 撥打電話的部分 是我最想要的 剛剛還可以按按鍵 蠻好的 誤觸的機會比較少 而且他打發聲音還不錯 蠻大聲的 蠻大聲的 我左邊 要播出去 怪 來 來 講一次 有了 有了 有 蠻大聲 蠻OK的 來吧 好 大概我的開箱就到這邊了 還有任何疑問 留言給我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的頻道 然後也幫我這部影片 按個讚 給我一個鼓勵 那就這樣子 下次見 掰掰 好 我要介紹另外一個 那他能不能關機 可以 按這個鍵 按下去 好 就可以關鍵了 決定 跟開機鍵一樣 我們來順便看一下 開機速度如何快 有了 大概五六秒左右 就開了 宏拜系統還蠻順的 我覺得 聞起來蠻順長的 待機時間也蠻長的 然後 然後 還可以不打電話 然後 等一下 待機時間 喔 九十八了 現在用 可以待機十八個小時 有二十 十八天 有二十一個小時 超常續航模式是什麼 然後 按下去 好 變數面 什麼都沒有 NO 怎麼恢復 我跟你講 喔 長按三秒 嚇死我了 我想說怎麼回事 基本上這隻手機 我覺得還不錯 手錶的話還不錯 然後 它可以拨打電話 700多塊 又可以拨打電話 螢幕又大 兩吋的螢幕 然後 待機時間又拉長 可以到十八天 然後 雙十一又送一個錶帶 嗯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假設要GPS 我們就要選擇 一千兩百元 那一款 好 然後當然就是 缺點的話 那就是 塑料感比較重 雖然它有金屬盤氣 塑料感蠻重 而且 霧面我覺得 它的質感 一看就知道 因為是塑膠的關係 所以質感沒有很好 塑料感稍微重了一點 不然其實 基本上我覺得 其他功能只要符合你的需求 它就是好的手錶 它就是好的電子錶 那 不符合你的需求 它的功能再多再好 你都會嫌它不好 所以 因人而異 我 對我來講的話 對阿約來講的話 我就覺得還不錯 對我來講就是不錯 那 不曉得大家 的想法是什麼 有機會留言給我 那缺點我覺得 目前還沒使用到很久 所以 目前就看到了 呃 配備阿 規格阿 功能性阿 雖然大同小異 然後多了一個 螢幕 變大 電量增加 可以撥打電話 然後再來就是 它的喇叭聲音夠大聲 那 未來就實際測試看看 看它 別人打電話給我 收音狀況怎麼樣 我講話 它那邊的聽到聲音又是如何 我覺得這是未來可以 呃 試看看的地方 我再報告給大家 知道 那 這部影片就到這邊了 有什麼問題 歡迎留言給我 然後記得幫我按讚 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阿淵 下次見 掰掰